有这么一句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人的相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脑子里有智慧,心中有担当 因为有担当的男人才能给女人大概想要的幸福 愿意陪女人同甘共苦 在遇到风雨时,她能对身后的女人说 别怕,有我在 所以,在结婚后,男人的甜言蜜语 往往比不上一句有担当的话 结婚后,有些男人喜欢逃避 在遇到事情以后,不自信 总是推给自己的妻子,一点担当也没有 于是,经常觉得自己女人不开心和抱怨 所以,男人应该在遇到事情上 能敢于负责冷静面对 不要太过于在意结果 要做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 就算这件事很难,也不要轻言放弃 只有你积极用对,乐观向上 才能给女人带来安全感 这样,才不会让女人对你失望 更不会拿别人家的老公来和你做对比 男人如果下班回家 在手里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要勤快点 不妨帮妻子多多点家务 比如扫地,整理房间 或者妻子在做饭的时候,你帮忙摘菜等等 总之,就是不要让自己太懒 你懒了,你的妻子肯定就要累了 况且很多男人在结婚后 都是想过那种一来伸手,翻来张口的生活 希望家里有个老婆能像保姆一样 细心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 可是却忘了,家是两个人的 无论是做家务,是做饭 都应该是两个人 你不能把所有的压力全放在一个人身上 就要知道,结婚不能替对方分担 换成任何人都会累 有些男人文人处事非常抠门 参加聚会也不愿意主动结账 总是走在最后面 结婚后,对自己的妻子也抠门 经常闹矛盾 所以大部分女人都不喜欢在文人处事上抠门的男人 他们认为这样的男人太小气,没担当 但是我相信有些男人抠门是有原因的 比如,有的就是从小家庭条件不好 懂得节俭也不乱花 虽然平时对自己不舍得 但对亲戚朋友和妻子从来不吝啬 还有的就是真正的抠门 只进不出,斤斤计较 内心极度自私 这样的男人消费观也不一样 抠门难改变 所以我希望男人在结婚后 在文人处事上能够大度 让人觉得你是个可以值得长期矫枉的人 同时,对自己的妻子也不要那么吝啬 该花的,千万不能抠门 要拿得出手,震得住场 这样两个人过日子太不累 以上你的男人在结婚后都为你做到了几件 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Mental的声转